接着来看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东部 持续和当地的军队交战 周二俄罗斯国防部长宣称攻击有新的进展 已经夺取卢干斯克97%的地区 而且完全控制当地北顿内刺客的住宅区 那么乌克兰守军在北顿内刺客利用抢夺的坦克反击敌军 但是现在现况是越来越不利 因为俄罗斯指出已经掌控多数的卢干斯克领地 加上拿下关键城市的平民住宅 现在还有意要加强攻击力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